本题为95年指考题 请同学先按暂停键观看题目 看完题目后再继续播放 以波长2.07乘以10的-7次方公尺的紫外光 照射光函数4.01V的金属材料 光线照射金属板时 若光子能量大于金属材料的光函数 便可打出光电子 其中光子能量E等于H乘以F H为普朗克常数 F为照射光频率 光频率F等于真空中光速C 除以光波长浪达 而H乘以C为12004EV 乘以I 照射光波长为2.07乘以10的-7次方公尺 先将长度单位换算为I 1公尺相当于10的10次方I 计算可得 照射光波长为2070I 代入公式计算 光子能量约为6.01V 首先我们先看B选项 紫外光的光子能量并非是25.01V 因为6.01V才对 B选项错误 接着回来看A选项 因光电效应所释放出的电子 其物质波波长最小 约为8.7乘以10的-10公尺吗 粒子动量P等于普朗克常数H 除以粒子物质波波长浪达 假设 假设粒子质量为M 速度为V 动能EK 可表示为1分之1MV平方 而动量P等于MV 比较上下两次 动量P等于根号2M1K 由光电方程式可知 入射光子能量E等于金属公函数W 加上打出的光电子动能EK 由B选项可知 入射光子能量为6.01V 并且金属公函数为4.01V 计算可得打出光电子动能为2.01V 但题目为提供电子质量M 与普朗克常数H 无法直接求出光电子物质波波长 只给了另一个动能50EV的电子 其物质波波长为1.73乘以10的-10次方公尺 因此我们需利用物质波波长与动能的关系 找出2EV的电子物质波波长 由下列关系式 找出物质波波长公式 浪达等于根号2M1K分之H 电子质量M与普朗克常数H为定值 故浪达与根号1K乘反比 将两电子动能与物质波波长数值 带入公式 浪达1与EK1分别为光电子物质波波长与2EV动能 浪达2与EK2分别为电子物质波波长与50EV动能 根号50除以根号2等于5 计算可得2EV动能的光电子 其物质波波长为8.65乘以10的-10次方公尺 A选项正确 接着来看C选项 光电效应的实验结果 可证实物质波存在吗? 光电效应验证了光的粒子性 但无法证实物质波存在 故C选项错误 再来是D选项 物质波的假设是由爱因斯坦首先提出吗? 第一个提出物质波假设的科学家 是德布罗伊 故D选项错误 最后是E选项 50EV的电子入射金属晶体后 可观察到电子绕射线上吗? 由之前章节所提的光波绕射现象 若光波波长与辖缝间隙宽度差不多大小时 可产生清晰的绕射条纹 由题目可知 50EV的电子物质波波长为1.73乘以10的-10次方公尺 而金属晶体的晶格间距约为10的-10次方公尺 因此可观察到电子的绕射现象 故E选项正确 本题正确答案为A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